世大運倒數計時華裔的網球好手莊吉生 昨天清晨才剛抵達台灣 今天立刻進入位於內湖的網球中心備戰 首要的目標是要趕快適應台灣炎熱的天氣 太悶了 我要回家去洛杉磯吧 今天有一點累 但是有差不多十天可以練 所以我們是禮拜一打 所以我覺得現在累是OK 二十八歲的傑森張奇生父母都是台灣人 從小在美國加州長大 並於二零一四年轉籍台灣 今年二月首度披上中華隊戰袍參加台威斯杯 而他世界排名去年曾經衝上一百四十三 目前兩百六十九也是世大運網球男子隊中最佳 將代表參加單打項目 每兩年都在不同的國家 所以這就是我最後一年可以玩大學遊戲 所以台灣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他的優勢大概是在他的一個攻擊能力 對還有他的發球 作戰的一些整體的思維 有趣的是因為家裡平常都講台語 Jason台語比中文還六 加上最流利的英文 訪問過程也形成有趣的三聲道切換 為什麼要轉到台灣 基本上你都在美國 台灣女生啊 台灣女生 開玩笑 開玩笑 台灣菜也很好 馬桶跟那個 沒辦法說 那個 美婚 紐約各國世大運選手陸續進入場館練習 大會基於保護立場 不開放媒體進入拍攝 只能在門口採訪 不過從對達中不難感受 裝飢生的開朗和自信 而網球項目 將在二十號抽籤 並於二十一號展開賽程 也期待Jason生涯唯一一次 世大運能繳出精彩表現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